教大家画个青绿彩妆眼镜 时长略长颈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首先用铅笔画个长方形 从里面定出两条长弧线 表示上下眼皮 框出黑眼珠 加上眼影和眉毛 眉头宽眉尾细 擦浅后用彩线勾勒一下眼皮和眼珠位置 然后直接拿橙色黄色蓝色和绿色色粉 画出眼影部分 黑色棕色蓝色色粉画眼珠 接着拿出万能手指 把涂好的色块抹均匀 彩妆效果一瞬间就出来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眉毛用蓝色和一丢丢的黑色 方法是一样的哦 再用可塑橡皮泥修饰一下眉尾的位置 后面就要用到彩线塑造啦 橙色肉色彩线 把橙色眼影部分补齐 以及蓝色部分也要修补一下 再用肉色和红棕色画在眼白旁边的皮肤上 黑眼珠直接用到相同的黑色和棕色以及蓝色叠色 边上的花纹直接叠蓝色 打起精神 下面要开始画睫毛眉毛啦 画线条的时候慢一些一根一根的加 而且线条要有弧度 画太直了就不好看咯 下睫毛稀疏一些 眉毛的线条长一些 弧度略微平缓 点睛支笔来了 用提白液给眼珠点上高光 不拎不拎的大眼睛就完成啦 等等 突然发现双眼皮忘记画了 用蓝色加上 还有眼影的灵魂不能少 继续用提白液哦 珠光眼影完成 你学会了吗 记得点个赞告诉我哟